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阿里用的基础安全这门课程 我叫李兰柱 华名侦探 是阿里用的一名培训讲师 这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大概的提纲 我们分六个部分 首先会讲解互联网安全的一个形式 以及常见的安全威胁有哪些 第二会讲阿里用的安全体系 就整个阿里用的安全 是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和防护的 以及涌动的工农的盖揽 涌动的整个是阿里用安全产品的一个品牌 下面有很多的纸模块 第三部分是讲涌动的两个基础的产品 就是网络级的 基础的道是防护 以及高防IP 第四会讲应用防火墙和安齐室 这也是涌动的重量级的模块 一个是防护应用层面的一个威胁 安齐室是装在服务器端的一个客户端 主要是防护主机层面的安全 第五会讲一下涌接控 涌接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它可以帮助管理员 帮助我们一起去监测整个网络 从外面和内部 能够发现哪些安全因素 不安全因素 或者系统的负载 那么根据这些安全的一些报告 合理的去使用我们阿里用的产品 以及用户能够自己对系统进行优化 然后降低服务器的负载 提高使用率 最后第六部分 我们会进行一个用安全的功能操作演示 就是综合前面所学到的知识 然后去阿里用的官网控制台去操作 用涌接控 怎么去发现风险问题 那么从这个涌动的模块上 如何去看到一些安全的情报 如何启用我们的安全的服务 如何去进行防护 整个做一个回顾 那么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小节 互联网的安全形势及常见威胁 在正式开支节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过去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安全事件 我列举2014年的几个几个世界吧 我们看到是说 2014年全球一共14大网络安全世界 五个发生在中国 其中第一个世界就是 2014年的1月21号 非常著名的一个 定然是一个整个瘫痪的一个事故 当时中国超过85%的用户都已经感觉到 点声音频的无法解析 现象就是网站很慢 或者打不开 好几个小时以后才解决了 这个呢其实说 大家如果第一次上网 或者是对网络不熟悉的话 可能不知道定然是一个什么系统 什么作用 那其实我们每次上网 敲一个域名的时候 比如说敲 3w.arion.com的时候 那其实 后面定然首先做一个解析 把域名翻译成IP 然后呢再去访问服务器 那么真正去访问服务器 一定是IP通信 那么定然是一旦发生故障 那整个网络就无法持续去运转 我们也上不去网 那这次说DNS的一次事故 那其实跟每个方面都有关系 第二个世界是一个快递公司 然后呢遭黑客袭击 导致一切400万的信息呢 遭到泄漏 那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 互联网的购物已经富裕上的普及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每天可能每周或多或少的 会跟快递公司打交道 顶快餐呀买书啊 或者是其他购物等等 这一系列的信息呢 网上购物呢都会留下我们的快递的收借地址 如果这些信息泄漏的话呢 其实对个人隐私是非常大的威胁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不用快递不购物嘛 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呢 就变得很无趣 那这几个世界可以看到是说 这些安全呢跟我们每一个网民都有关系 不论你是不是互联网行业的 不论你是不是想学安全 那其实安全跟每个人呢都有关系 第三第四个案例 12306用户的数据泄漏 那这也是在14年的12月25号 乌云的一个漏洞报告平台去看一下 去泄漏报告一个世界 是说12306大部分好多的用户数据在互联网上分传 包括账号密码身份账号手机号电子邮箱 那这些信息传了 那有些同学说我不买火车票 我就去火车站去买行不行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大多数人呢现在已经不去火车站去买票了 在网上去可以提前预定 那这些信息泄漏以后呢 最多可能是想到最多就是火车票信息造了泄漏 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很多的互联网的账号和密码都是相同的 如果你12306造的泄漏 那是不是支付宝 是不是其他的网上银行的密码有威胁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手机号邮箱身份的号码 这些造的泄漏其实非常大的威胁 第四个世界呢 其实是比较底层比较基础的了 就是OpenSSL 这是一个加密的一个协议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商务营啊 保险公司啊 包括手机好多APP啊 加密通信都用到了OpenSSL 就是HTIS开头的这个协议都用到了OpenSSL 那这个底层的出现了一个低血漏洞的话呢 其实是原本我们很非常相信的网营啊 各大模糊网站 电商网站呢 就会觉得不安全 那其实黑客呢 有机会去窃取用户名和密码 那当这个漏洞出现以后呢 大的公司会很快在当天就进行一个修复 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灾难的问题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这是四个世界的一个回顾 看一下整个安全形势 这里面看到在PPT 看到是说这个数据来自于2015年 第36期的一个安全报告 是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 而应急中心发布的安全周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网上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搜索 应急小医中心每周会发布一个报告 比较权威 大家大概会统计什么数据呢 是说国内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 一共有多少台 83.8万台主机数量 这个是非常庞大的 国内被篡改网站的总数是多少 千多 其中86个呢 是政府网站 被植物后门的网站总数有四千多 其中政府网站的136 针对境内网站的仿冒页面数量达到三千三百多 信息泄露的漏洞其实也不少 那这个整体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网站有很多的被黑客在控制 那被黑客控制的主机呢 排名全国的话呢 广东省排第一名 有7.7万个 浙江省7.4万个 江苏5.4万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被黑客控制的主机数量呢 基本上跟当地网民的这个数量差不多 就是越活跃的地方呢 其实越容易出问题 然后呢 越容易被黑客去利用 整个来说呢 其实是安全的我们的防范和安全意识呢 存在一定的不足 会导致了整个黑客呢 比较猖獗啊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新鲜血呢 造成了一些影响 这就是整个的安全的形式 那么再看一下常见的威胁 这是阿里用统计的一个每周的数据 提到是攻击是头号杀手啊 每周呢 其实有2000多起的攻击 有一半的攻击呢 超过5G 每秒5Gb的流量 每周呢 都有单一批超过100G的大流量攻击 那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们平常去买一个服务器 默认的两兆带宽 当你把那个带宽取到1G的时候 发现这个服务器已经非常贵了 可见带宽制也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当你这个攻击如果大于5G 什么概念 如果没有防护的话呢 会导致整个的服务器对外 跟断网一样 无法响应 服务器管理员也无法登陆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 那网民自然就无法访问 如果超过100G 会导致中小机房呢 可能会瘫痪 那第二个杀手的危险呢 就是口令的暴力破解 说我们去管理我们的Linux 或者是Windows主机 Linux用的SSE 去Windows用的RDP的协议 那么去月城 去登陆服务器 那这个黑客呢 就会利用模仿用户 去不断从事我们的密码 之后达到数亿次 这样的攻击 那当然如果密码 如果非常简单的话 非常容易被黑客获取 被破解 那整个服务器就被黑客控制 第三个是Web应用攻击 比如说像CQ注入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攻击 那么CQ注入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网站写的 可能不野井 通过一个UIL 后面带参数 那么我们可以参数进行一些组合 能够使得一些数据去灌到数据库里 这些其实是程序员在开发的时候 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灌数据或者是进行删除 或者是进行数据导出 通过满满 那这个攻击呢 每周是数百万次的 那么可见这个 这三大攻击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会介绍我们主流的一些产品 能够解决这三类攻击 最后我们看一下一个整个的趋势图 这是阿里雲统计的DOS和Web攻击 整个的一个占比 SYNFLA DNSFLA 这个什么流量意思呢 就是说DDoS攻击非常常见的SYN 请求的流量非常大 占到31% DNS请求 就是模仿假冒的DNS请求 占到30% 后面是UDP ACK CC 这些攻击占比呢 也都是不小 那这些攻击的一些方法和约理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 基本上是属于利用TCP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切穴 这个缺械 然后进行网络的一些欺骗 造成的 那Web攻击呢 SYNFLA注入是最大的 也从代码执行几次 跨拆脚本 其他一些漏洞 服务器窃取 方便的几次 这么多的 凡是在这表格上能写得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是规模都比较大 SYNFLA注入最多 因为呢 这个技术门槛相对比较低 最容易去获取用户的数据 然后去变现 这是整个的安全形势 常见的威胁 那么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互联网 整个的安全呢 其实不容乐观的 我们需要去提高我们的意识 使用合适的工具 进行防护 好 这就是本小姐的全部内容 谢谢观看